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不愿回去的原因 蓝忘机不得而知 但不论如何 他尊重他的意愿 不会轻易替他做决定 一切都等他年满16岁恢复记忆之后自行定夺 所以这一次远赴云梦 他并不打算去莲花舞 而是计划由小双臂面见江城 将江年年带出来 于魏无羡会面 一行四人遇见近三个时辰之后 顺利抵达云梦 刚出发的时候魏无羡很是兴奋 迎着风大呼小叫 年年魏英来了 但时间一长 吃尽肚里的风多了也就兴奋进过了 很快就趴在蓝忘机肩头沉沉睡去 蓝忘机一落地 魏无羡就醒了过来 他并非像平日一样自然转醒 而是忽然浑身一颤 猛的一抬头 瞪大了双眼 愣正的半晌不出声 蓝忘机便知他是梦中惊醒 忙斧着人的背 柔声道 魏英 吴氏 是梦 魏无羡又愣了愣 眼神逐渐聚焦 定睛看了看蓝忘机 便一把还上了人的脖梗 用力抱紧 半晌后方说道 蓝湛 魏英方才看到 话说了一半就被热闹非凡的云梦接近 吸引了注意力 便立刻放开蓝忘机 四下张网 看了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街边大大小小的店铺 高兴大叫 蓝湛是飞到云梦了吗 嗯 飞到了 蓝忘机回应 魏英度度啊 魏英要吃东西 吃好多好多东西 魏无羡直直不远处一家十克满门的酒楼大喊 你是为什么 四人都有些饿了 蓝忘机便带着大小三人进了酒楼 找了个崖间坐下 点了满满一桌相对清淡的菜式 大块朵衣 魏无羡吃得尤为开心 脸藕排骨汤喝了一碗又一碗 直呼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汤 其实平日里蓝忘机也没少给魏无羡做脸藕排骨汤 但因云梦姑苏两地食材有差异 蓝忘机做出来的味道尽管也不差 但总和江燕里当年做的有些许不同 见魏无羡吃东西吃得这么好 蓝忘机便决定今后多带他到云梦走走 不为别的 就为了能让人美美地吃上几顿 云梦是僵尸驻地 镇上不时有江家修氏出没 蓝忘机等人一落地 就被路过的江家修氏发现 蓝忘机声明显赫 在家之与魏无羡的特殊关系 江家修氏不认识他的人很少 于是蓝忘机等人在酒楼里享受美食之时 莲花屋里的江城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听到弟子来报 江城还有些不敢相信 就想着会不会是蓝西尘 因为蓝氏双臂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但听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之后 江城便确认是望谢二人与小双臂无疑了 十有八九这几个人是不会见棉花屋的了 否则也不会镇子上吃饭 江城想着 亲不住冷笑连连 最又自言自语 果然还是小气 不来就不来 谁求你们来 说完就大踏步朝门外走 边走边吼 哪家酒楼 带路 在魏无羡的带动下 小双臂也敞开了肚皮吃 很快桌上的碗碟都见了底 蓝旺鸡一如既往吃得少 在伺候着魏无羡吃饱喝足之后正要带人起身 雅士的门突然被轰然推开 一股气势汹汹的威压便席捷而来 这股威压对蓝旺鸡自然无效 但是小双臂却是立刻感受到了 他们不约而同豁然而起 曾被一声拔出灵箭 直至门口 怎么 这几日不见就认不得人了 在我的地盘还敢如此嚣张 江城冷声道 小双臂见状正了一瞬便赶紧收件 双双行李道 见过江宗主 江城冷哼一声 不予回应 视线扫过小双臂 幽瞟了一眼端坐着目不斜视 面无表情的蓝旺鸡望向了正瞪大了双眼 看着他的小小魏无羡 四目相对了好扮上 魏无羡才有些难以置信的爬了下高凳 几步跑到江城面前 高扬起头 双手猛的一插腰 翠声声大喊道 你为什么进屋不敲门 你为什么这么凶 你为什么打年年 年年都考了第一名 你为什么还要打他 屋内一片寂静 江城低头看着红眉怒对自己的魏无羡 意识有些反应不及 梁九才大吼道 我何时打了江年年 魏无羡确实气得眼睛发红 正要吼回去 就觉得身子一清 眨眼间腾云驾舞般往后挪了一大步 蓝旺鸡及时冲上来抱走了魏无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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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这个地方